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朱天诺他不让他们说 其实我早就想站在这把这些事告诉你了 他都不让我见你 我知道你们快结婚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那时候也要结婚了 我们也装修了房子 我们连婚纱照都开了你知道吗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跟我就要结婚的时候 他在外面竟然还有别的女人 你能容忍吗 这种人你还敢嫁给他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啊 我俩认识吗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啊 就算天诺今天站在这 他也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这都是你说的 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他 你今天为什么还来到这个舞台呢 你不就是想知道他的过去吗 现在我告诉你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知不知道这些经验 都是我拿生命换来的 我真是服了这些女人 她们的聊天方式 总是容易把问题的老跑偏 就聊在别的地方去 我来问两下可以吗 你们俩调房的位置可以吗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刚才说天诺之行跟你 也差点快要结婚了 是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 那时候我们是父母介绍认识的 父母对我们都挺满意的 我们交往了半年多 就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天诺对我特别好 什么都听我的 后来怎么发现不对劲了 我那天在卧室里收拾东西 他在外边打着电话就进客厅了 他好像是给一个女的打电话 因为我听他说 他说他跟我结这个婚特别窝囊 要不是他爸妈逼着他根本就不会给我结这个婚 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 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娶我 他还说就算跟我结这个婚 他也不会跟那女的断联系 他不知道你在卧室里 他不知道 我当时头脑一蒙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后来怎么也想不通 我当时想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 只要他能回头 但是我咽不下那口气 我想听他给我解人 他就是不说 所以我就一气之下跟他分手了 你对他说的这段你信吗 我听他那么说 我挺同情他的 但是他说这个人完全跟我印象 那天诺根本都不一样 你印象当中天诺是什么呢 印象中天诺对我特别好 我都了解他这么久了 你呢 你才不够跟他出了一年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稍微歇一会儿 稍微平静一下 可恰恰印证了那句话 这两个人在一起 时而互相同情 时而互相诋毁 两个女人在一起 不是故事 就是事故 这就是遇到了一个 特别不负责任的男人 两个女人不同的角度 去来争辩这个男人 我倒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的这个朱天诺 他是什么样的 我们真也没有看到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从两个人描述当中 好像完全是两个人 就算天诺 他是一playboy 他不能改过自新吗 将然你改本性难移 他可以抛去我 他也可以这样抛去明月 他就是这种人 我就是在提醒你 你太好戏了吧 不是你太好戏了吧 刘畅儿 三年了 我要是你 我就承认 刘畅儿 刘畅儿 绝对是在拯救你 可以了可以了 太乱了 太乱了 可以了 我要刘畅儿 不是什么 我要天诺 天诺出来吧 我终于知道 女人为什么 智商这么厉害 那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四个女人 就因为一个 还没来的朱天诺 炒成了这个样 而且这个朱天诺 未必智商还高 他就把他们四个人 弄得血脉膨胀 在这儿 我乐意呀 我就乐意呀 你们未必是敌人 也未必是行业 但是因为一个天诺 把你们俩讲活在了一块 在没有变清 敌我关系的前提之下 不要动怒 天诺会不会来到现场 要不要他来 要 要吗 要啊 他来了 他也没办法否认这件事实 好 大家好 我叫朱天诺 今年26岁 来自谁啊 你站干嘛离 站他离那么开 我一下来想站那边呢 我看他站那会过来了 他还凑近一点 你就是天诺什么 那你是个重守承诺的人吗 你知道你今天来干什么吗 我知道 那你我想请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你对这位女生 曾经有过承诺吗 有过 你守了这份承诺吗 我没有 没有 你对这个女生有承诺吗 没有 你会守这个承诺吗 会 哦 那就说你还算不得上是一个守承诺的人 因为你第一个没守 第二个还没来得及守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起来你算不得上是一个 如你名字所说的 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是吧 对 我问你天诺 他说都是什么 你要跟鞋活的是吗 火差热的牌了 你今天别检查 你先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今天 我给你那么长时间 我相信你多久了 所以哥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不要帮你的视频 来 这样 接下来你们三个人 好好把这事尝清楚 一个一个来 行不行 你愿意 你先挑 你愿意站住 站好啊 接下来是 刘明月 刘畅 朱天诺的 告白时间 我 听着 我 不忘了我一会说什么 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 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 你俩先说过 我现在太乱了 刘畅 其实 我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不可能 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你知道 那个时候 你也知道我妈妈病有多严重 你知道那个时候 她一个月做三次手术 你知道她第三次手术跟我说什么吗 她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 所以说她才把你介绍给我 我想 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我都 我都觉得 你应该会答应我妈 这不是重点吧 是那个女人吧 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 电话我都听见了 其实 根本没有那个电话 我只要那天 我只要你在卧室 我故意打这个电话 我希望你能够听见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 我觉得这样 你别扁了 你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这种假话 你骗谁呢 我有必要 我扁了 那时候我妈多爱重 你是自己知道的 陪我妈那段时间 你以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 既然你不爱我 你为什么当时对我 我 komm好 似这个人 我可以对我 打扶你 就你要证明 我都知道 你什么 het 我都知道 我们是把我 觉得你 你 我的 这么多人 好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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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